其實人行星期一的時候 就下調了LPR 亦都在明年有機會減息 其實這次下調的LPR 就是一年期的 就比11月的時候 就下調了0.05厘 去到3.8厘 是去年4月以來第一次下調 不過比較長年期 五年期那個就沒有調整 五年期那個其實主要是 衡量中長期房貸利率的基準 如果下調 大家分析就會覺得 對樓市和事業者信心 就是一個比較好的提振 記得你之前也和我們分享過一份 Morgan Stanley的地產報告 就是現在都差不多去到拐點了 好 先看明年第一季 你覺得房地產市場 是不是會有一個比較好的 叫做轉圈呢 其實 未必會一下子轉圈 但我覺得應該是bottom了 就是說最差的那段時間 就有機會可能在 未來這一兩個月裡面會見到 或者隨著現在很多房企 都說要違約 看上去當然氣氛差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最差的步 因為你看到近期 除了降準這些措施之外 其實好像銀寶鑑 前日都有些新招出來 就說鼓勵一些 內地金融機構 一些銀行 就幫一些所謂優質房企 那怎樣定義優質房企 就是之前我講的那些 譬如一些國企背景的 又或者可能過去這幾年去變 賣樓賣得好的 那再加上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財政狀況 穩健那個共軍率不是特別高的公司 就幫他們做融資 發債也好 發ABS 借錢也好 那去做一個拼求 那拼求什麼呢 當然就是現在搞不定的那些公司 那些財困的企業 可能很多資產 被迫著要賣出來的 那誰接收呢 那些優質房企 拿上去 或者可能有些公司 違約的 有些項目 甚至是做不到下去了 又要靠一些大型的房企 去收購 所以整個行業 是在做一個重組 或者整個是在做一個重新的洗牌 那你說洗牌需要時間 因為始終現在一些比較不行 財困的房企 有違約啊 有些財困 那一定的情緒是差了 但是既然你說 現在內地那邊 都是有個意識 覺得呢 如果你樓市再倒下去 就搞不定了 所以都真的 你見到這兩個月 都密密有些招出的 但是當然現在這些招 就是針對怎樣去 解決那個違約 或者一些難掃的問題 但是對於你說 整個樓市的銷售 暫時未見到很明確的回亂 但是我相信 這個都要給點時間 去到下年 我自己都覺得 內地整個貨幣政策 還有機會寬鬆的 你說這次的五年期 LPR沒有下 不代表你現在沒有減的空間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